空軍第四五聯隊救護隊今天上午舉辦UH-1H廚藝接收活動 在UH-1H、S白洞C及EC-225直升機編隊飛行中 將UH-1H直升機迎回娘家,並進行廚藝洗塵儀式 隨後,執行最後一趟飛行任務的正副駕駛及機工長 也接受官兵代表獻花致敬 UH-1H在我們空軍服役到76年元月 我們有將近16年的時間 收救方面的成果非常輝煌 本次廚藝機接收活動 在空勤總隊、救護隊退休老師及眷屬來賓管理下場面溫馨 也展現空軍守護全民及新火相傳意涵 軍文社採訪小組嘉義採訪報導